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是5月初就有机会先打莫德纳 而面对疫情 万一需要在家照顾的同学们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今天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详细说明 而除了疫情之外 本期节目又精选了哪些好料呢 赶快透过我们的镜头 帮你抓重点 帅气的倒立弹跳 大风车 同学们已经知道哪几位男女选手 即将代表台湾参加9月底 在杭州亚运举办的霹雳舞大赛了吗 想要精通这项结合运动艺术的赛事 背后需要付出多少汗水还有泪水 台中我对高中妇女党务农很有一套 借着女儿用管子黑布发明的务农利器 让扛下家族的农士兼差当农夫的爸爸 耕作时间不但大大缩短 稻米产量还增加六成 这项发明让女儿得到24万的科学研发奖金 职业开箱今天要找歌手张慧妹指定过的 法型师吴依林老师来聊聊 究竟她是透过哪些努力 才能成为台湾第一位站上国际舞台 做开场大秀的美法设计师 也听听她热爱并精进工作的哲学 好 赶快来关心疫情了 日前染疫送医抢救的两岁男童 经过六天之后就过世 初步研判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并发了败血症 导致脑干脑炎而不治 那么这也是全台第一例的儿童重重死亡个案 负责收治的双合医院就说了 这个儿童病患从发病到恶化 发展时间非常快速 而且很严重 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不过有没有其他的病毒感染 还要等待检验的结果 救护车及时而过 六天前之画面 成了新北确诊的两岁男童 生前在医院外的最后足迹 也是全台首例新冠重症儿童的死亡个案 其他相关的一个病毒的检验 目前是没有看到有其他的病毒阳性 不过有一些病毒的培养 不会那么快有结果 还需要后续再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是新冠病毒惹祸 还是其他原因得等检验报告出炉 不过仔细来看整起事件 13号男童爸爸确诊后 隔天妈妈带着姐弟就医裁检 傍晚发烧察觉不对 致电1922新北卫生局跟119 相交救护车却足足等了两小时 到院后紧急送入加护病房接呼吸器 当时多项检验报告指标都呈现异常 包括肝脏功能严重异常 全血球数量低下 脑干呈现弥漫性水肿 病程快速且症状罕见 院方找来台大重症团队 投掷三种药剂 最后还是因为确诊引发败血症 以及脑干脑烟不幸离世 由于依法得24小时内火化 在人情战胜法律的情况下 破例让父母穿上隔离衣 到病房捡男童最后一面 专家以美国举例 幼童致死率是万分之二 其实只要家庭群聚感染增加 中重症死亡率就会相对提高 即将进入轻症居家照护 以及隔离人数 飞速增加的情况下 更加必须建立明确的送医SOP 指挥中心拍板了 三类族群疫苗接种 包含是6到11岁的儿童 接种莫德纳半剂量 青少年则是打第三剂 和长者打第四剂 预估都会在5月到6月接力开打 但是专家黄立民就说了 一般人要打第四剂 恐怕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我们疫苗库存还够吗 疫苗的库存 疫苗的库存现在我们用 那进来好像有两批会再进来 松口证实 近期还有两批疫苗到货 都是莫德纳疫苗库扩充 备战刚排版的6到11岁儿童疫苗 ACIP委员全数通过 6到11岁打莫德纳半剂量 两剂间隔12周 预估5月初就能开打 青少年也可打第三剂追加剂 不过需间隔5个月 最快5、6月开打 至于高风险族群 也需间隔5个月打第四剂 推估最快6月开始接种 那12周的考量是 主要就是 如果拉太近的话 有可能这个避免这个 心肌炎的一个发生率较高 通常儿童只打一剂 效果怎么样也不是非常清楚 不过理论上打完两剂 保护效果会比较可靠 所以你如果第二剂要隔三个月 那这个疫情差不多 那时候都已经过高风期了 那这样就有点可惜 儿童两剂间隔12周 间隔长恐怕应只打一剂 没完整保护力 家长也担心 莫德纳心肌炎等副作用 专家建议 莫德纳心肌炎主要发生在第二剂 可以先打第一剂 12周后打辉瑞儿童疫苗 降低风险 为了降低孩童重症死亡案例 指挥中心定出送医指引 儿童发烧超过48小时 或高烧超过39度 退烧后活动力不佳 可启动视讯治疗 必要时安排送医 若出现抽搐 意识不佳 呼吸困难或有胸凹现象 等等病症尽快拨打119送医 儿童疫苗5月开打 加上送医指引调整 政策也得跟得上疫情变化 关心完疫情 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了 你或身边的朋友喜欢跳舞吗 要告诉你 霹雳舞已经正式被列为 是2024的巴黎奥运比赛项目了 除此之外 今年9月的杭州亚运 是第一次把霹雳舞 列为是正式的比赛项目 也因此4月中旬 国训中心也因应举行 霹雳舞亚运国手选拔赛 最后是选出了男女选手 一共4个人要代表台湾去参赛 想知道到底是哪几位选手胜出吗 或许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多多了解霹雳舞 绚专业的灯光 动感十足的音乐 在国训中心的大礼堂内 各个武林高手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争取9月出征 杭州亚运的机会 倒立弹跳看不够 再来一个倒立单手跳 接下来的大动作旋转更是吸睛 经过现场精彩的比拼 加上原先选手的积分 即将代表台湾进军 亚运的国手人选正式出炉 男子组由孙正 罗国权代表 女子组则由陈玉宁 陈怡炉披上国家队战袍 孙正是霹雳舞大小比赛的长盛军 更是台湾霹雳舞男生积分第一的B-boy 22岁的年纪接触PV5时间超过10年 很多爆发性跟张力大的动作 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倾向做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地板的造势 就是大家俗称的旋转类 陈玉宁今年24岁的B-girl 也是陆选杭州亚运的国手 表现同样亮眼 女生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就很用力 但是我们可以持续做某一个水平上的训练 所以看画面上或是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筋骨比较软一点 可以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位置 因为我们有很多比赛就是男女一起的 然后我会很希望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 也有机会跟男生抗衡的感觉 两人除了将代表台湾 前进9月的杭州亚运 也会同时挺进2024年的巴黎奥运 本身Breaking文化里面就有非常多 很好的国际赛事 都已经是我的目标 那有多一个舞台 那就一样也是会准备这样子 弹起PE5就精神抖操的孙震 也聊起自己为什么会热爱这项 及运动艺术与一生的活动 会喜欢PE5其实就是我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在玩那个东西 刚开始对我来讲就是那这是我接触朋友 这是我一个社交的管道 那到后来就慢慢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它又是一个有运动底子的东西 但它同时又需要非常多的艺术涵养吧 就是你要够有这种艺术的观念 你才可以在舞蹈上创作 但我们又同时必须要一直训练我们的身体 达到运动员一样的强度 想要把这个兼具运动与艺术的活动发挥到极致 背后所需投入的时间跟毅力超乎你我的想象 一路自学到高三的孙震 把PE5当成每天的主修项目 一天练习五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 练一个动作 那把这个动作练到好 我们就会练非常多这种量 假如说一个鞍马的一个动作 可能一天就会少一百圈两百圈 这种感觉 这边摔断 然后就是有开过刀这样子 然后一年没有办法好好的练习 在练习的时候就是状态不是很好 然后那个场地又偏暗 玉宁高中才念舞蹈科 起步相较于同学晚了不少 从一个倒立开始练习 曾经因为断手被迫休息一年 但这些挫折抵挡不了 告识获得的快乐 一开始就是自己是还蛮自卑 因为我以前是完全不会跳舞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常被笑 因为学校是舞蹈科 所以蛮多人就是已经有一定的程度 然后就是学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压力很大 做一些简单的支撑 就觉得不可能练得会 像倒立舞就练了一年 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没办法练会 但是就是慢慢的在训练的过程中 然后就慢慢克服了 就觉得先试试看 然后到后面发现自己完成了这些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在自己心理上也会多增加一点自信 所以会觉得跳舞带给我很多就是成就感 自信心就会让我可以更认同自己 异力加上对霹雳舞的热爱 居称两人一路从没有正规练习场地 甚至还是要打工支撑生活 一直到2月7日霹雳舞选手们进入国训中心 才可以全心投入练习 无需担心生计问题 不过亚运培训队教练刘志强也建议 让被取的国手成立二军一方面照顾选手生计 也可以增加未来国际赛事的得胜率 证取的选手他会留在国训中心 那当然国训中心其实也可以 将所谓的被取的选手留在国训中心 但这个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薪水问题 那薪水问题就会让他去做完整综合性的评估 说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留在中心 长期关注霹雳舞推广的李毅甫 十分期待因为霹雳舞进入国际赛事 能让大众更加关注 现在变成正式体育项目的的话 我觉得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霹雳舞 就好比以前有些人因为不打羽球 但是因为带之影 然后看到带之影在奥运 然后拿了一些奖牌 然后人家会觉得 哦 羽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然后我也想要打羽球 那我觉得霹雳舞也是 如果说他能在体育项目发光发热的话 我相信也会很多人就是 哦 我想要去跳霹雳舞 那我们大家一起好朋友 来去跳个霹雳舞这样子 霹雳舞源于街头 2022年登上杭州亚运 国手们都期盼 能在接下来的赛事中成功夺牌 透过霹雳舞再让世界看见台湾 同学们有注意到 本周你有许多学长姐或是朋友 正在参加劳动部举办的 全国技能竞赛吗 如果你也想过成为技能国手 可以参考以下过关斩将的路径哦 首先你必须要有机会参加 全国技能竞赛的分区赛 北中南三区都会举行网易设计 美法等等多元之类的技能竞赛 只要你能成为 职类比赛分区赛的前五名 那你就可以晋级到下一关 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举办的全国赛了 那在全国赛当中 还会有机会遇到教育部体系 举办的技艺竞赛前三名选手 来一较高下 得到前三名的同学 就可以参加每两年才办一次的国手选拔赛 变成国手后的隔一年 就有机会代表台湾参加 2024年的国际技能竞赛了 例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报道的 商务燃体设计青少年组 金牌得主吕志宽 他之前就是过关斩将 先在4月间的分区赛中胜出 最后才在下半年拿到了全国性赛事的金牌 今年16岁的少年吕志宽 在国中时期曾经有很严重的情绪问题 还用过药物控制 只是没想到写程师这件事情 竟然让他可以每天埋头苦练10个小时以上 全神关注 假如说我要做这个航班 那我就点这里 然后我这里要回去的时候 我就选这个 打开机票定位系统 选择航班地点跟去回时程 再输入名字等基本资料 完成订票 常见于各大旅游网站 以及航空公司的订机票功能 看起来很简单 不过当它变成一道考题 要考生在短短2到3小时内 写出符合企业需求的程式设计 可没那么容易 可以把题目想象成是刻度的可能 我们要自己去规划说 我们要如何利用时间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技术 来做出客户所需的需求 像是你今天在订飞机票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使用它 你的流程是什么 然后你认为后端可能会需要 管理什么样的东西 对 这些都是你要自己靠经验 然后去把它推测出外子 吕志宽 15岁 是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 青少年组商务软体设计金牌得主 商务软体设计 不只是有在做功能的部分而已 我们有做API 我们有做APP 就是手机的APP 做Android的 我们还有做DeskUp 就是Windows的APP 我们做了很多的面向的东西 我们连资料库等等 都是从头到尾自己设计出来的 谈到城市设计 之款已然有专业人士架势 而当初走上城市设计这条路的契机 来自离坏忧郁症 在有一段期间是不太会有特别的兴趣 就是很颓废 没有做任何事情 其实就是在家睡觉 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我想要就是有一点比较正常 有一点目标的生活 不想办无目标的活着 那么可以做什么呢 父母缴尽脑汁 终于想到 志宽过小五年级时 对城市设计展现出来的热情 五年级的时候 其实他们知道我有这个兴趣 那他们就想说 看能不能把这个兴趣 变成我的一技之成 没想到城市设计 进成了百忧解药物 让志宽有了人生新目标 就是因为把注意力还有精神 投入在那个上面的话 其实反而就不会太去想太多 对就是一个觉得就是 我就是拼了 顺者这股拼了的憧憬 志宽离开体制学校 以自学生的方式 投入一百天 写城市挑战的活动 从零开始 每一天都把写城市的成果 贴文在社群网站上 期间也自己上网与买数自学 甚至报名相关课程上课 一天投入写城市的时间 长达十到十二小时 甚至周末也如此 但是现实生活就跟写城市一样 有许多bug要克服 毕竟别人会比较不了解 我的状况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不去学校 然后不上课的一个小孩 你在用电脑 就是在玩游戏 就是没有在读书 因为对他们来讲 读书其实就是学校 我觉得读书其实有很多种 因为像是我自己 在写城市的过程中 我也会为了要让计的能力 更精进等等的 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有 去买一些书来看 坚持有了成果 只快陆续考取相关城市设计证照 之后经过国中老师推荐 进入新北高工培训 但这间十几平大的选手室 可不是你想就能进来 我们这里的选手培训分成三级 那第一级就是在这里 但是当你有踏度跟进度的话 就进入我们第二级的选手室 那当你要参加比赛有得奖 就是有态度进度加战绩 就会到第三级 就是国首选手室那一间 志宽态度加 再加上不断精进努力 因此在还没有战绩的时候 就被破格提拔 进入选手室跟着学长姐们一起受训 真正天才行的学生不多 最重要是踏度全力以赴 每个六日都来我们学校 从自学到进入选手培训室 时间不到一年半 就夺下全国金牌 让志宽更有信心往下走 毕竟这是无敌一面 未来的几年 其实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比赛 其实是在等着我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开始 志宽以称为技职国首为目标 希望代表台湾参加技能界最高殿堂 被称为技职奥运的国际技能竞赛 年纪很小 梦却很大 能如此坚定发下好语是因为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往什么路走 吕志宽说这只是开始 希望有一天可以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参加有技职奥运称号的国际技能竞赛 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 但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不怕辛苦的 实践梦想呢 接下来这个同学的例子也很厉害哦 今天的科学悄悄门系列 就要带大家走入水稻田来看看特殊的发明 现代农业其实都讲究智慧农业 也就是透过人工智慧 AI 无人机或是感测器 这些现代智能装备 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同学 叫做王韵慈 他很不一样 只用一般很常见的水管啦 还有塑胶篮子 黑色塑胶布以及一种微生物肥料 就把这个水稻的产量直接提升了59.9% 除了产量大爆发 会有这样的发明 背后还有一个暖心的原因 带大家一探究竟 水稻田梗上这对妇女正在务农 不过爸爸同时是位高中数学老师 女儿也还在高中就读 这一天妇女俩带领记者前往水稻田梗间 实地观看如何运用简单配件提升稻米产量 首先是控制水量的秘密武器 水稻田边河沟里有蓝水装置设计 放下两块木板就能有效控制水量 传统的蓝水系统是用这种石头 布或塑胶布来蓝水 这样不仅费时 而且会很容易遇到危险 禁水蛇 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个蓝水系统 井灵在旁的黑色塑胶篮子 以及不锈钢白铁网上面 拦住了许多叶子跟水草 避免进水口堵塞 而进水口的另一头 则放置一个PVC水管 调整角度以及装上不同孔洞大小的塞子 就能有效控制水流量 进水系统是用90度弯曲的PVC水管 踩起来45度的时候 就是比较少量的进水 然后像这样平放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进水 水到还是幼苗的时候 如果水量水太多 可能会淹死幼苗 而且还有很多辅助的来吃这些养苗 所以我们需要用实用定量进水 来控制田中的水量 另外还有这一大片 田梗上的黑色塑胶布 它们叫做益草席 可以抑制杂草生长 还可以阻止对稻米有用的肥料 不被传统使用的除草剂分解掉 他们会买除草剂 然后除这边的草 因为除草剂里面有酮剂 然而丛林菌会很害怕 这些酮剂的使用 所以我们就使用益草席 来减少酮剂的使用这样 孕此口中的熔林菌 是一种可以增加稻田产量的 维生物菌肥料 由于一般农夫使用的除草剂 不仅会伤害人体健康 也会杀死这种对稻米作物 有益的熔林菌 造成产量降低 孕此跟爸爸发现 用这块不起眼的黑布 功效很多 甚至可以做好水土保持 你用了这个益草剂之后 不要用除草剂 当然省了七成的费用跟时间 再来就是它那个水土保持的部分 也克服了 所以我们在每一期盗座结束之后 田产港的土不会流失 不管是控水 还是益草等机关设计 只需利用一般常见的白铁 水管 塑胶网以及塑胶布等 几千块的材料费 就能小兵力大功 不仅使整体倒作产量 增加将近六成 还可以大幅降低 七成以上的除草剂农药使用 人力方面 过去每周巡田时间 大约需40小时 现在大幅缩减至8小时 每半年净收益 从10万到13万元之间 增加至17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自制灌溉系统 获得第20届望红科学奖银牌 报回24万元大奖 获奖同学 王韵茨表示 最初的研发动机 来自对家人的爱 之前在帮爸爸 巡田的时候 突然想说 哇 爸爸要花很多时间 来灌溉这个方面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 要怎么监视爸爸 在整理灌溉这个时间 那因为他知道 阿公是得那个皮肤癌 皮肤癌就是 有大多的因素 一直在喷那个除草剂 因为除草剂 大概每两个要喷一次 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说 我们要环保 然后对身体又好 灌溉装置看似简单 不过尺寸角度以及材质 全部都经过严谨的实验与操作 这可是运辞投入三年多的时间 才研发完成 蓝水系统一开始是用铁网 一年之后发现 哇 它居然会生锈 然后我们再就是另外找那个 不锈钢的白铁网 水管的部分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可以将 就是调整各种角度 然后来达到定水的效果 后来我们是到第二年才发现 哇 水管还可以这样用 运辞表示 研发这套灌溉系统所需的知识 都是从课堂以及网络上学来 先查到能力菌之后 然后去问学校的生活老师 或是化学老师 他们的作用原理是怎么样去这样 然后老师也是大概只讲一些些 然后其他的那些知识 都是网上查到的 运辞的父亲王中俊开心表示 靠着女儿设计的这套灌溉系统 的确省下许多巡田时间成本 让自己可以同时兼职教师跟农夫 水稻花最多的时间 大概有七成在灌溉 运辞把它分成三个系统 非常非常地有效率又很科学 我省了那个熏田的时间 包括那个灌溉的时间 那一部分又省了五倍时间 染水是十倍 然后用那个管子那一块条大小 也是有五倍 妇女俩在农屋上 如同伙伴一般 共同努力打拼 还一起研究改良喷感 让喷洒农药的作业半径 从原先的四米扩展到十二米 并且大幅降低人与农药接触的危险性 未来还打算透过老鹰 减少麻雀造成的农损 继续各式各样的研究 让耕田的过程更加健康 智慧有效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是历史上的这一天 大家一起来关心地球了 4月22号是Earth Day世界地球日 这个日子的起源 其实是来自1969年 美国南加州发生了一起重大环境灾难 圣塔巴巴拉发生了大型的石油泄漏事故 300万加轮漏油 夺走了3000多只海鸟 海洋动物的性命 这个灾难让美国的参议员 盖洛德·尼尔森 决定在4月22号发起了环保游行 上万民众上街头 要求更干净的水还有空气 也催生出美国环保法案通过 一直到1990年 全球参与地球日 一共有141个国家 影响力扩散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个年代是强调资源回收运动 而2000年 全球地球日满30周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参与了 同时主张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而今年是世界地球日的 第52周年 每一年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地球日组织定定了 今年的主题是 投资我们的星球 也列出了52项具体的行动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绿色行动做起 像是不用塑胶带啦 自备水壶餐具 多多走路 多起单车 降低碳排放 还有多吃当地的蔬果 不过减速减碳就是国际趋势嘛 为的就是要拯救地球 避免全球暖化加剧 其实您也可以从生活上的小细节做起 饮食上也可以进一份爱地球的心 低碳饮食既健康又环保 不过很多人想问到底什么是低碳餐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多输少肉的概念 每种食物都是有碳足迹的 最主要从生产加工配销贩售到食用废弃的过程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还有其他的温室气体 食物里程越短 碳排放量其实就越低 那比方说呢 蔬菜就比肉品低碳 海鲜还有鸡鸭鹅等等的都比猪牛羊来说来的低碳 还有像是在地食材 原型食物 碳的排放量相对是比较少的 这样的观念呢 也开始落实到孩子的营养午餐食材上了 营养午餐大赛吹低碳风 大赏食育协会就举办了营养午餐大赛 竞赛主题就是环境永续 到底要如何好吃健康又兼顾环境永续 考验厨师跟营养师的功力 一起来看看最后奖落谁家 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酱油倒入锅中快速翻炒 肉块在油锅中煎得滋滋作响 把握在90分钟内端出美味可口的三菜一饭一汤 来自九所国中小的厨师大展身手 大火快炒丁香鱼 大块大块的油片入锅油炸 来自澎湖厘岛的至亲国中 端出满满的澎湖海味 当地的煎鱼 我们当地叫做安娜湖 或者是炸弹鱼 一条可能达到三公斤五公斤的鱼 却被拿去当飼料 却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我的设计理念当中 我就会把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午餐里面 这样一方面减少食物里程 这是我们在当地所看到的 他不只是厨师还是家政老师 至亲国中全校22人的营养午餐 都由吴老师包办 由于不希望食材全从台湾本岛传运过来 他也积极挖掘澎湖在地菜色 为了要活在当地才吃出永续 所以我们要去推出我们当地的菜单 透过周遭的一个小农的种植 小管家里面的小管很小的迷你管 迷你小管这是比较便宜 而且我们常常可以把它炒来当小菜吃 来自高雄美农的南荣国中 则端出白玉萝卜炊饭 柠檬鲦鱼片跟野生水莲 强调美农正宗客家饮食文化 美农一边的话 它是主要全国的白玉萝卜城地 对那它其实很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从叶子皮到它的果肉都可以吃 因为其实美农它是在玉山山脉下的一个平原 高雄市的午餐来讲的话 大概有80%到90%的米饭白米 都是从美农种出来的 美农拥有得天独厚的风泽水天 南荣国中也强调食农教育 带学生体验传统农耕手法 未来更将引进智慧农作 就是希望把年轻人留在家乡 结合美农在地食农教育 南荣国中在这次比赛中勇夺亚军 食欲教学卓越与创新交流三项大奖 吃一口永续冠军得奖的队伍是台中市中信国民小学 最后午餐大赛的冠军则是奖落台中中信国校 在地楼里上酸甜的芒果泥挑动食欲 辛苦家中的芒果做成芒果泥壽子 那种在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原酥鸡的菜色里面这样子 那海牙芝麻饭的部分 一般海牙都最常在洋午餐里面是拿来做煮汤的 那这次我们是把它做成我们的海苔酥 拌入我们的饭中 那那咸咸的海味拌入饭中来讲 小朋友其实对海牙芝麻饭的接受度是非常的高的 全国学校午餐大赛主办单位大享食欲协会表示 这次的参赛队伍大多能够契合今年主题 吃一口永续 考验选用食材是否够在地降低食物碳里程 不过他们也坦言 小朋友在35元到50元的成本下 办好三菜一堂的营养午餐 的确是个大考验 费用的制定本身它是一个混乱的 以台湾来说22个县市 它有超过22种不同的样貌 这个是我们台湾学校午餐整体来说 它最大的癥结所在 那么对于专业的不够尊重 譬如我们全台湾每一天要供应180万份 有180万人在吃学校午餐 可是专业的学校营养师 公职的营养师只有500位 这实在是不够 相对于韩国每个学校都有一位 公职的营养师 如何让学生在有限预算下 吃到营养还能兼顾食材低碳观念 对各校承办营养午餐的团队来说 的确充满挑战 不过说到吃 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 海鲜海产很丰富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太吃海鲜 像是虾子啊或是螃蟹等等 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很想吃 却又觉得很麻烦 吃鱼其实也是一样的 很常会有很多的小小鱼刺 但其实吃鱼也是有技巧的哦 宜兰月明国小的学生 从小老师就教他们 怎么快速的挑掉鱼刺来吃鱼 每周会有一天的营养午餐 他们会搭配当季食令新鲜的海鲜 可以说是全台湾最有口福的小学了 而在学会吃鱼的同时 老师也会教他们认识鱼类 还有大海生态的相关知识 你最期待午餐吃到什么吗 嗯 请 我的话是可能会先切可能一半 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不会就这样子吃 别看学生吃起来很容易 这都是经由长时间的练习结果 要能够做到这样 的确还是要克服 鱼刺难免卡在喉咙里的阴影 被卡到之后就送去医院了 然后最后好像拔出来 嗯 有时候会 位在宜兰县的月明国小 不但离海洋很近 教学理念也跟海洋紧密结合 就很单纯吃鱼这件事情 怎样克服心里的恐惧 把这条带刺的鱼把它吃进去 而且是吃完 把一条鱼吃完对很多成人来说不难 但对很多青少年来说并不容易 你不知道的是从吃还能体会到背后的深藏意义 以往的午餐公司 他为了怕孩子被鱼吃到 他可能是会经过打碎加工的鱼牌 第一年级就是让他看到真正的鱼形 认识这个鱼 那中年级的部分开始就延伸到 他的生态层面以及生产的方式 高年级是文化情义上的层面 甚至可以评伴孩子的公年思考 我们想到情义就想到 我们自己的家乡哪里 书澳 那想到书澳的哪里 好 可是青鱼只有跟南方澳有关吗 好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凭借老师在课堂上介绍青鱼与南方澳的关系 更讲述捕鱼的历史 开始赚钱 然后其他人看到这艘渔船那么好用 也怎样 开始用了 也开始买船 新船 不是 造船 对 它鹿名叫造船 可是它不是鹿 因为它的鹿没有那么大 是一个比较狭小的 狭小的鹿 狭小的鹿我们通常叫什么 造船 对 造船一下 认识鱼种与在地历史的连结外 老师也让同学运用过去净摊捡到的垃圾 以及特殊鱼汁 DIY做出特别的鱼肉便当 你吃起来那个鱼肉就会有一点苦苦的 等一下我们内脏的部分就不要来做这个便当的部分 我们就取这一块鱼肉的部分 老师手上的是布青鱼模型 学生可以学习认识鱼的器官 也可以因此知道当有营养成分的鱼汁 加上了海洋废物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便当 你们小组可以讨论 老师我们没有理由 鱼标可以 好 没关系 你们要解释 有主菜 有配菜 也有炭 所以是炒菜 然后我们是让青鱼当成一个容器 然后把饭放在上面 下面还有一颗蛋黄 然后它的菜不会很多 也不会很少 然后它还有一点红色 有点辣椒和蘑菇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鱼汤 对 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酱酥 有吗 对对对对 你们的鱼汤 大部分的鱼汤不是有鱼汤 只有一只吗 那你们鱼汤 不对不对 我们是一只切成 我们原本一直在鱼汤里有困难吗 我们另外这一块肉我们就把它切 切成我们切封在鱼汤里面 学生发挥创意将一半的鲸鱼做成汤 还奉姿地运用橡皮筋做成姜丝 进行调味 更有同学做出另类的 鲸鱼佐炸鸡薯条的超豪华便当 因为这个是汤 汤一定要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些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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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鸡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源头是吸于人 那我们就在想想说 那这些海肺我们剪完之后 只是再把它丢到另外一个垃圾桶 这样子而已 这种绵绵的包装 或者是瓶盖 或者是这种 都比较容易 那个剪到 然后呢每次几乎都会剪到一个大型垃圾 那么大 当瓶盖成了炸鸡 水果网套变成了薯条 垃圾成了便当里的食物 老师希望透过这样的实作 让同学体会 垃圾是会轻易的被海洋生物吃下肚 而透过食物链最终回到人类体内 从吃尽的每一口鱼肉 到友善海洋环境的省思 下次有机会到海岸游玩时 你是否会更加谨慎 不再增加大海的负担呢 爱护完地球之后 要回头来爱自己了 你在路边有没有遇过 有人说要帮你做髮型大改造呢 这个髮型师其实大有来头 下一段节目的职场开箱系列 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曾是张慧妹指定髮型师的吴依林老师 她怎么从学徒走上国际舞台 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 有兴趣投身美髮造型设计业的同学 可以一起来了解 欢迎回来继续要带大家认识一个 专业的发型师吴依林 大家都叫她小曼老师 她是台湾第一位 站上国际舞台 做开场大秀的美髮设计师 知名代表作是张慧妹 第一张专辑姐妹的发型 先前也是知名的美妆节目常客 很多人或许对她不陌生 但是吴依林到底是如何走上美髮这条路 又是如何训练自己 来听听她的分享 不知道我是谁吧 小妹妹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往前以后发的 我觉得挺好的 我没有想象过自己 会剪这样的发型 然后觉得很丁 走在路上 不少人觉得眼熟 她是吴依林 很多人都叫她小曼老师 台湾第一位站上国际舞台 做开场大秀的美髮设计师 13岁投入美髮工作 18岁剪了张慧妹的头发成名 甚至很多人对她的认识 更是从美妆保养节目开始 能在短时间内 剪出适合客人轮廓的发型 没有多年功夫经验 能以达成 究竟小曼老师的功力 怎么培养 我们前进她的工作室 一看究竟 我剪头发很简单 就是我不会给客人看发型书 然后我通常只会问 要留长还是剪短 而且因为我剪头发的速度很快 我会看法质 法量 然后头型 去决定于我哪里要多薄 哪里要多厚 剪髮快很准 1510的招牌 老师也擅长用轮廓线剪髮 虽然我没有学过剪头发 可是我却很清楚 如何用轮廓线 如何用重量 如何用膨度 来改变一个人的脸型跟身形 别看老师剪髮俐落 其实一开始她对于美髮 可是兴趣缺缺 我对美髮一开始是没有兴趣的 而且我是很讨厌的 我的环境让我没有选择权 对 因为我一定要打工 我要赚钱 我才有钱缴学费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美髮系头 多人从事这个行业 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工作 我只是一个美髮师 可是当我真正大概24岁的时候 因为我13岁就投入了 所以我24岁决定 要把这一份工作 当成事业的时候 它就不会只是一份工作 因为我知道它会是一个品牌 就是在我18岁当设计师的时候 我很清楚地知道 就是它会是一个品牌 我要如何去把自己经营成一个品牌 当了设计师以后 吴依林勤奋练习 把不足的地方补足 当时我只会剪头发 你问我为什么我会 很简单 我必须要奉劝各位同学 在旁边standby的时候 绝对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 可是你的技术养成 怎么来 回家练习 不断地找亲戚练习 不断地找人练习 找真人头 所以我比较特别的是 我不太会剪假人头 我的学习过程里面 我没有剪过假人头 我就是看 假日我就是剪亲戚 我就是看 假日我就是烫亲戚 学习过程中 依林老师也掌握了 能让客源不断地技巧 在我最后当设计师之后 我大概有30%的客人 都是我以前我老板的客人 给我洗过头的客人 因为你在帮他们洗头的那一个过程 你会让他们知道 你是很认真的 我常常讲一颗成功的发型 有两大最大的关键 洗完头之后 他吹完头发 他会感谢你 他会记得你 甚至客人会说 我下次还要再去找他 第二个是 我起床之后 你不会让他花太多时间去整理 增进美法技巧 除了从实作中学习外 吴依林也把生活上的文字记录 融入美法创作中 当时候得奖的作品 就是用我的文字里面 来做创作 坚强而坚定的心就是轮廓 因为我当时候选的模特 是一个女生 是一个短头发 所以我当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是用最简单的剪裁方式 然后去表现 女孩子在短头发里面 可以很温柔 但是也可以很有强壮的内心 文字为吴依林带来丰富想象力 让创作更有想法 走着非一般传统体制的美法养成路 靠着绝佳的意志力跟学习态度 吴依林熬出头 忙碌的美法生涯 却让她一度筋疲力竭 曾经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而且我甚至要起床的时候 我自己趴在床上面哭 因为太累了 起不来 封刀我才能够去好好的生活 然后我才能够好好的去学别的东西 去开创别的事业 你是那个老师吗 不是 我已经封刀两年了 即便封刀了 现在的吴依林 人时不时的帮首课 甚至走进街头帮人剪头发 经营YouTube和品牌 学者善待自己 也把生活上的美感和心前所学 分享给周遭人 猜猜下链哪个是能以酒精 直接喷洒的对象呢 答案是D 仅有药使能以酒精直接喷洒 酒精可能引起宠物猫狗的呼吸道不适 智慧型手机的保护膜和木制家具上的漆料 都可能受到酒精侵蚀 大家下次在消毒的同时 也要睁大眼睛 别喷到不该喷的东西 本周还有哪些跟你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新闻呢? 请锁定 时事不露死 因本土确诊者越来越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各县市一周内要启动轻证居家照护 台北市率先启动 环保人员拾天道府 帮忙倒垃圾两次 动保术人员帮民众抓狗这些措施 不过居家照护者如果违规出门 是会被重罚的 新北市就有名18岁男子 居家照护期间违规出门打球PO网 挨了150万元重罚 中国上海最近宣布部分区域 已经达到了社会免清零目标 但是各种隔离衍生乱象不断传出 有养老院长者深夜被集体送到方舱外的货会隔离 也有人受不了方舱环境太恶劣 选择用激烈手段抗议 有艺术界嘉年华盛会美称的 第59届威尼斯双年现代艺术展最近登场 包含台湾在内80个国家艺术团队联手 推出将近1500件艺术品 但展展现场却不见俄罗斯馆 一位俄罗斯艺术家和策展人 在乌俄战火之后就联手递出辞城 所以闭馆 乌克兰馆却在主办单位援助下勉强开展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特别想知道的资讯 都非常欢迎大家透过IG或粉专搜索静少年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以下听Stylery信箱跟我们联系喔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朱培兹 拜拜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我们下次见囉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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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